市長曾表示,Delta病毒得靠邊境防堵 但現在卻有機場第一線防疫人員指控指揮中心 認為檢疫新制導致工作量、人力配置都出現問題 同時沒有相關的津貼和家籍 機場檢疫人員接種兩劑疫苗的比例也過低 請問市長怎麼看,有沒有可能邊境再度成為防疫破口 因為我們現在除了在台灣內部 在實施清零的計畫 其實更重要是邊境防管制 目前全世界Delta病毒一大堆 而且每天全世界新增案例大概40萬到50萬 所以台灣島以外的地方 疫情還是相當嚴重 所以這邊境的管制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防線 所以就實務上來講 我覺得這種負責邊境管制的人 他的重要性 應該跟那個醫院 第一線在照顧確診者 差不多一樣重要 所以這一批人你知道 應該要優先打第二劑疫苗 要比照那個醫院第一線 比照醫院照顧 確診者的第一線工作的人 一樣的 一樣的待遇才對 所以這些人應該要優先打第二劑疫苗 和其他治療法 都沒想到 這再加上去那些事